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在台上 好了,馬上 很緊張,就是包出 少年B組的冠軍 GBWC2017少年B組 的冠軍得主是 周文偉小朋友 周文偉小朋友 是女生,厲害 射手文雷 這個學者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次熱烈的掌聲 少年B組的冠軍 厲害 是一個女孩子 所以男生和女生都可以 好好享受製造這個 高達模型的 恭喜你 好 我們先拍一張漂亮的照片 你怕掉了嗎? 我砌上去吧,你跟著 BFighter 這個掌握真是無形 對 好了,可以去到1號的頒獎台上面 這個時間,我們的頒獎嘉賓 和我們三位得獎者來一張合照 好嗎?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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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給我們三位 少年B組的得獎者 可以到台下 休息一會兒 我們有請余嘉賓先生 劉道衛 繼續頒出 少年B 少年A組的冠軍 好 準備了 我都想要 好了 我們馬上 揭曉少年A組的 貴軍得主 沒錯 GPWC2017少年 A組的貴軍是 郭子豐 給了掌聲 他的作品就是 突襲 厲害 盡力肯突襲的 老虎來的 OK 恭喜 接過我們的獎項 還有獎品的 還有獎品的 OK 恭喜 可以到我們三號的頒獎台上 麻煩了 麻煩了 頒獎獎 好 OK 好 接著我們 就會繼續頒出 少年B組的 亞軍了 GPWC2017少年 A組的 亞軍 得獎者是 劉浩亭 小朋友 不是小朋友 是劉浩亭 小朋友 哥仔 給點掌聲劉浩亭 非常之厲害 是夜鷹來的 黃色 非常之漂亮的 配色 恭喜 好 有一個限定版的模型和獎杯 非常之豐富的獎品 OK 可以去到二號頒獎台上 好了 又到最緊張的時刻 可以了 我們要頒布 這個少年A組的冠軍 對嗎 沒錯 好 GPWC2017少年A組的冠軍 得主是 劉浚亭 給點掌聲劉浚亭 他是少年A組的冠軍 破狼擊 厲害 好了 小心上來 慢慢 可以看前面拍一張照 先 拿著這個 金杯 還有很多的高達模型禮物 好 恭喜 不如這個時間上了 1號頒獎台 好嗎 謝謝 月家斃先生 OK 你是不是 看他什麼得獎感受 我看他都很激動 在這個時間 不如我們問一下冠軍的得獎感受 好嗎 那 我很感謝 欣賞我作品的人 還有 多謝我的家人 支持我 給我考試的時候 繼續砌模型 謝謝 下次就考完試才砌 好嗎 好緊張 好感激媽媽 好 這個時間不如 月家斃先生都可以走過來 我們班牌 來一張大合照 好嗎 這個就是我們少年A組的官拉貴軍 非常之厲害 好 好 謝謝 恭喜三位的得獎者 可以到台下 休息一會兒 我們的同事會幫忙 拿些模型給你們 現在不需要擔心 我不會拿了你的 雖然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砌 那接下來 我們都會做 余家斐先生說 給我們頒出Hobby Japan特別獎 沒錯 接下來就是Hobby Japan的特別獎 我知道大家都很緊張 不過在未公布 結果之前 不如我們先頒出 今年三個特別獎 就是 吳家斐先生 幫我們頒的Hobby Japan獎 相信模型 發燒我都不會對Hobby Japan 這個模型 這個月下感到陌生 因為每一個月都會出版的 一本模型的書 它就會有很多不同的高達導人資訊 當中會談及到很多改裝 塗裝 或者怎樣創意的一些技巧 除此之外 還會介紹和分享很多不同 世界各地不同的模型 師所製造出來的高達模型 是高達模型 絕對不能錯過的內容 沒錯 好了 事不宜遲 不如我們這個時間 就頒出Hobby Japan的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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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主要是 恭喜你 謝謝你 可以下台休息 好了 這個時間不如 訪問一下余家輝先生 你覺得 為什麼你會給他這個獎 你會選這個作品呢 我首先覺得 Gusio 這部機 一開始出場的時候 是有圓圓圓的一個形象 其實你要改裝 直接將它的輪廓改造 其實都需要一個膽量 首先 它的機器仍然是叫做Gusio 但是幫它加裝了不少零件 甚至有些不是高達模型的零件 其實這個 由評審角度來看 可能 這次高達未來比賽 未必是一件好事 但是 我作為Hobby Japan 我對它這個改造 非常印象 所以我就給了這個獎 原來是這樣 那大家就偷一下C 除了高達之外 還可以用不同的作品 和不同的 未必一定是高達模型的部件 也可以用其他自製的 一些塑膠原料做造相 那麽多謝余嘉輝先生 多謝余嘉輝先生 多謝余嘉輝先生 請大家給多一點掌聲 請大家給多一點掌聲 好了 接下來就是 立即頒這個Coco的特別獎 那麽有請Colin為我們頒獎 Colin有請 好了 那我立即揭曉Coco的特別獎 Coco特別獎的得主是 黃仲恩小朋友 給了一掌聲 黃仲恩小朋友 可以來到台上 這個是 舞者還泰舞 厲害 女生都可以製作到 這麽漂亮的高達模型 十分之厲害 我常常處理一些 反光的位置 或者金屬的位置 都是做不到 都是很瓦式的 都要偷瓦絲 好 恭喜 給一掌聲 黃仲恩小朋友 趁這個時候 不如我們問一下Colin 為什麽他會選擇這個作品 成為Coco的特別獎 是的 因為這個環太模 其實在這個 通常小朋友 最初接觸高達模型 都是這個BB戰士環太模 那麽 所以在這個概念上 我是比較欣賞的 那麽希望大家可以 再接觸多些高達模型 多謝你 多謝給這麽好的感賞給我們 我都 除了BB戰士 也有玩一下其他 舞者的模型 多謝你 好啦 接下來我們再馬上頓 另一個獎項 接下來我們所頓的獎項 就是鐵血姑姨特別獎 鐵血姑姨特別獎的得獎正是 紅佩文 給點掌聲 紅佩文 非常之厲害 不要死 活下去 恭喜 給點掌聲 紅佩文 OK 好 恭喜你 可以下台休息一會 我們恭喜各位得獎的小朋友 希望日後他們能夠採取更有創意的一些作品 再一次多謝Colin為我們頒出兩個特別獎 多謝 多謝 事不宜遲 我們就會頒這個公開組的B 公開B組的獎項 大家準備好了 接下來我們會請大家很熟悉的高達模型愛好者 梁榮忠先生幫我們頒發這個公開B組的冠亞貴君 有請梁榮忠先生給一些熱烈的掌聲 好嗎 不如我們先問一下梁榮忠先生對這次比賽作品的一些感想 是 沒有請問 是 不想傳染他 因為 這幾天身體抱養 大家保重身體 無謂太近距離 這幾天病了 但是今天突然醒醒了 不是回光反照 是因為看到一些高大的事情 其實原來一個人有一些寄託 真的可以讓我們身體有一些很微妙的變化 我這幾天真的不太舒服 每天都睡在床上 但是這兩天過來做評審 以及今天過來這個頒獎的時候 真的一個人醒一醒 所以如果作為家長 給你的小朋友有一個寄託 是絕對一件好事來的 我很幸運可以選擇了高大模型 做我一個精神上的寄託 令我們可以有一些很好的 給身體復原的導體 如果作為小朋友的 你可以喜歡的繼續砌模型 又或者你選擇其他東西都可以的 但是很希望你們可以 除了你們日常 特別是香港有一些繁忙的工作之外 給一些緩衝給自己 可以自己輕鬆一下 可以砌模型 特別是高大的模型 我個人來說 我是非常推介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試一下這一樣 大家試一下給點掌聲 梁宜忠先生 跟我們分享他這麼多感想 好了 今天即將為大家宣布第一個獎項 就是公開B組的貴軍 GPWC2017公開B組的貴軍得主是 ... 劉卓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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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design 作品較雪地中的軍火庫 厲害 就會給所有奪50分的 我們先拍一張照片 拍一張照片 很棒 OK 恭喜 你可以走上3號的頒獎台 貴軍 非常之厲害 立即會宣佈這個公開B組的亞軍 GPWC2017公開B組的亞軍是 盧冠林 給點掌聲盧冠林 極限卡碧尼亞 非常之厲害 卡碧尼亞是我 自己都非常喜歡的一部精神感應兵器 嘩 有粉絲 給多次掌聲 厲害 這個作品是卡碧尼 梁榮忠先生手上拿到銀掌 亞軍 還有 模型的 可以拍一張照片 捧著模型 嘩 很豐富 一隻手封不了 要四隻手 OK 謝謝 恭喜 可以去到2號的頒獎台上面 很棒 OK 即將班的就是公開B組的冠軍 GPWC2017公開B組的冠軍是 林若希 給點掌聲 林若希 D.O. 非常之厲害 各位 裙底下的手 我最喜歡的D.O.就是在裙底下有幾把刀 他用來攻擊敵人,很陰濕 OK,恭喜你 好,拍一張照片 好,馬上來到1號頒獎台上 然後梁美宗先生來到頒獎台的旁邊 我們來一張大合照,好嗎 OK 非常之厲害,三位參賽者 好,謝謝 恭喜三位 再給多一次熱烈的掌聲 公開B組的三位得獎者 我們再一次多謝梁美宗先生幫我們頒獎 再給多一次掌聲,梁美宗先生幫我們頒獎 這個少年B組的冠藥維軍 好,多次 終於來到GPWC2017最緊張的時刻 接下來我們會公佈 GPWC2017的觀押貴軍 以及GPWC World Championship的公開組 以及少年組的香港代表 這個時間有請我們的頒獎嘉賓 村口名人,村口黑紀先生 給點掌聲 村口名人 好了,相信大家都很心急,邀請頒獎了 GPWC2017公開A組的貴軍得獎者是 紅杯文 不要死活下去 剛才拿到我們的特別獎 然後再次上來台上 拿到我們公開A組的貴軍 恭喜你 在名人手上拿到這個 同獎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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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組A組的亞軍 GPWC2017公開A組的亞軍得主是 謝仲恩 給了一掌聲謝仲恩 非常之厲害 戰主 又再次在名人手上得到這個獎項 非常之厲害 果然是高手 恭喜 拍一張照片才拿著獎盃 還有很多禮物 幫名人手捧著 你能不能捧到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後期 一起捧著 拍一張照片 謝謝 恭喜 可以到2號頒獎台上 謝謝 同事幫幫忙 謝謝 好 立即 就頒最厲害的獎項 最緊張的部分 來吧 GPWC2017公開A組的冠軍得主是 好緊張 呃 圍巡那鏡給點掌聲 公開A組的冠軍 Candam Leonidas 再熱熱一點的掌聲公開 哇 抓眼看下去已經變成了一個超級系的機械人 厲害 非常之厲害 恭喜 恭喜 哈哈 拍一張漂亮的照片 嘩 不如一陣子 先拿著金針一陣子 放在台前 大家可以看看 這裡就是獎盃嗎? OK 恭喜 厲害 厲害 不如這樣 上一個台上面 1號台上面 哇 遮掩一個1號 哈哈哈哈 多多 耶 好啦 這個時間 不如呢 穿黑明人都來到 那個頒獎台的旁邊 來一張大合照先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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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阿拉斯 不如你 訪問一下 冠軍的得獎感受先 好 讓我們來聽一下 我們今屆的 公開組的冠軍 有多少 有多少 有什麼感想 咦 有稿的嗎 你一早已經覺得自己這麼有信心 厲害啊 行不行 等一陣子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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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行不行 等一陣子 試咪試咪 是 要 好 先去救兵 救兵 是啊 喂 打電話啊 原來 媽咪啊 哦 是啊 我現在在這個頒獎台上 是啊 我拿了冠軍 是啊 是啊 給他掌聲 給他掌聲 現場的聲 好啦 那你繼續打牌 OK 好 拜拜 OK 哈哈 這個是你的感想 是不是 好嗎 謝謝你 也恭喜你 那麼 第二個感想 不如這個時間 阿朗希 來幫他訪問一下 村口先生 村口名人 今次的感想 好嗎 我想大家對村口先生 都不會覺得陌生的了 不如讓我們聽一下 他今次的感想是怎樣 一陣子 河口先生 今回の GPWC の作品 に関して ご意見をいただけませんでしょうか はい GPWC 1位の大会は今年が7回目になります はい お願いします 那麼今次村口名人先生 就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今次這個GPWC 他的感想是如何的 そして今全身で喜びを表してくれた1位の彼は 今年のWCの第1号の代表者になります 首先 他就會說 今次這個 比賽中 這個得了 第1名的 就會是 他覺得最好的一個 作品 今回ですね オープン部門もそうですし 特にジュニア部門の作品の中で 非常にレベルが高く そして各多くの作品が 寄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はい 今次ね 横判 今屆香港的作品 無論是公開組也好 或者少年組也好 他們都是一個很高水平的作品 どこでも言ってんじゃね と思われ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が もう審査国機の審査をしているときに これどうしようっていうふうに 他の審査員の方とも 悩んだっていうのは もう 正直なところです 昨日当日 做評審的時候 和其他評判一起都 經過一番 好劇烈的討論 亦都好迷惑 究竟應該是 哪一隻贏的 今回ですね あの やっぱり 非常にいい作品並んでますので この後もですね できれば実際に いろんな 特に入賞的作品も そうなんですけども 残念ながら入賞的予約が 買った作品でも 非常に素晴らしい作品が 実際に 彼女に飾ってありますので これはもうぜひ 見ていってもらって そして 第8回というのも もちろん僕らはやるつもりですし それに向けて 香港の方はもう 今日から 来年に向けての アプローチを始めていただけると いいなと思います 是 村友先生就説 其實他都動畫 最終就閃了 這幾種得獎的作品 但是 大家都可以去到 GPWCの booth 去觀賞一下 現在入圍的作品 其實他都是 一些很好的作品 至於 第8屆 亦都會是 由 村友先生去担当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 繼續創造 一些好的作品 然後繼續來參加 我們這個比賽 皆さん本当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GPWC2017 World Championship 公開組 以及少年組 香港區代表 では 河口志さんに 香港代表の発表を 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オープン部門の 香港代表は オープン部門の オープンAの 一つを取りました ケンさん ガンダムレオニダス こちらの方を代表と 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GBWC2017 World Championship 少年組 香港區代表 分別就是 劉俊輝小朋友 另外公開組 代表 雷巡 我們多次掌聲 他們 會代表 我們香港 去到日本 參加 GBWC2017 比賽 多次2.1 掌聲 そして 少年組 は こちらの方 名字 リュウシュー 名前は 何のような 少年組 一位 香港代表 といわれ 2人には 年末の ファイナルの方で 東京の方に 作品とともに お越しいただくよう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ので 皆さん ぜひ 応援して下さい 那村口名人先生就說 不好意思因為他讀不到這個名字 就是劉俊希小朋友組 是我們的少年組的代表 他們就會一起去到我們今年 十二月所舉行的一個GVWC的世界賽 跟所有不同國家的人一決勝負的 那就多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大家的支持 也多謝村口先生為我們今天頒獎 那兩位代表要努力了 那其他拿不到冠軍的朋友都不需要失望 我們下年都會在這裏再和大家見面 這個時間和大家開聲再見 下年再見 拜拜 好 你好 梁龍鍾先生 你好 想問一下你呢 對今次的參賽的質素覺得怎樣呢 平均來說是高了的 當然我現在說 譬如說是公開A組 質素平均來說是全部整體上升了 但是有沒有一個個別突出的 那個別突出的當然會比了冠軍 但是是不是其他一些就是不好呢 其實看到今年都幾不同的 譬如說有一些 他是偏向於藝術成份高一些的 那有些可能是主題明確一些 有些就是技巧就會高一些 每一個作品都有自己獨特的地方 但是我們都選了冠軍出來 那今年可喜可樂的地方就是 因為整體平均的水平高了 明白的 那你有沒有說最喜歡哪一個的作品呢 個個個都喜歡 是 因為所有砌高大模型的 為什麼我覺得砌模型 是這麼好的一件事 因為每一件作品是福特的 因為同一件模型 不同的人砌 就已經是完全不同了 所以每一件作品都是不同的 這個才是最重要 那所以你說我喜歡這件 而不喜歡這件就太過偏激了 反而反過來 所以我應該是每一件都喜歡 因為每一件都有製作者的心血在裏面 明白的 或者我再說多一點 其實 梁榮忠是一個 夠極切頭切尾的高達迷 那次他在書屋那裏 搞一個 橫跨了整個 不正至UC年代 我們都是粉絲 是可以很精耀地把每一個年代 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一次過 用很短的時間去表現出來 那次我是極度拜服的 不要這樣說 謝謝 亦都說分兩頭 你把剪刀或剪刀都封了多久 沒有封過 天力流 只不過我放在這裏不用 就不是封起的 不過不知道這次再用來用 我沒有封起我都封起了 對不起 這次的評審 都知道你花了不少時間和心機 有沒有特別哪幾件作品 你印象很深 因為其實 我想不一定是說 比如說 冠亞貴君 你一定會很深印象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作品 你都會覺得 嘩 看到那種感覺 剛才我回答你的時候 我就說每一件我都喜歡 其實都是真的每一件都喜歡的 冠亞貴君 另外有一件可惜 入不到三甲 那一件就叫做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它的標題叫做十方者 那就是一隻龜霸 加一隻熊啤啤 小的那個情景組合來的 我個人來說 那是公開組的 公開組的 公開組的 我挺喜歡那個 因為主題很清楚 整件構圖 無論它的造工 整個造型 概念 製作 都很好 但是 沒有辦法 始終是比賽 都要有分 冠亞貴君 但是這件作品 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沒得談 我藝術最深刻 一定是那個 CAP那一圖 上到天花板 那個真的很精彩 那個 那個呢 那個作者可以再想一下 怎樣用另類的方法 去突出高達 但是用這個方法 不是不行的 因為我覺得 創作一定是很有自由度的 但是 GUNPRA是自由的 沒錯 是自由的 但是 你可以拿到一時的目光 但是未必會拿到一個獎項 所以當作為GUNPRA Builder 我自己就很支持那個作品 而且也贏了不少獎項 無論如何 我都很希望 接下來 梁詠宗 不會說 你沒有封刀 不過 就拿到剪鉗 看一看你的作品 這個是我想 所有高達迷 蠻期待的東西 一定會有 放心 一定會有 好 今次多謝梁詠宗 我們接下來還有其他東西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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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們再採訪另外一些得獎者 我覺得 原來模型真的可以組成得非常漂亮 好 換句TV你好 我們今天很開心 高達模型比賽 已經出了頭二一二三名 我們很開心獲得第三名 它是一個商料 拿了兩個獎 除了一個童獎之外 亦都拿了一個 可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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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簡單一點講講 今次你這個作品 製作方面的心聲是怎樣 製作方面的心聲 做了很久 製作了差不多一個多兩個個月 直接 臨交件之前 那一晚都在Studio那裡通了頂 所以拿了這個人 非常高興 為什麼你這次會用巴巴托斯做主題呢? 一來 其實 他 我剛剛看完這套戲 我覺得很好看 還有 我覺得 就是 那個理念 是 他那個 我挺喜歡他的故事 那個內容 他就是一個很慘的故事 我經常覺得他裡面 那個故事的情節 好像我們現在的城市 好像香港 那種悲哀的感覺 當然我們沒有他那麼悲哀 別人死了 我們沒有死 至於我 我把高達的肩膀 如果大家可以看看 那肩膀改了 是我們香港的自經花的 Logo 而我那個作品名叫 不叫死胡下去 其實就是 在努力那些人 真的不要死胡下去 跟他們講一聲加油 都很大隻 因為用了那隻MA的感覺 我看到你做了很多後期的加工 因為那隻鳥我也有買 那隻鳥做了很多加工上去 是 有時間 明天還有剪期 過來看看 沒問題 先謝謝你 謝謝你 或者可以找德國 講解一下那些作品 剛剛其中一個公開組的作品 Dio 這一件的確實至名歸 本身它用了一個橙色和淺黃色的基調 本身Dio都是泰坦斯的作品 所以變成 其實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在下面裙底那裡的機械臂 剛剛好 我們找到Dio的製作人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不可以講解一下Dio的創作靈感 或者製作的時候有什麼難度 令你難忘的經驗 創作靈感 其實就是 因為Dio本身也是一隻有腳的機體 我去想比賽之前 比賽之前就想 怎樣做一隻模型 會是有競爭 跟其他作品有競爭 跟著就想一下 如果Dio沒有腳 就想一下配哪隻模型可以沒有腳的機體 原本想到有自護號 還有野恩 再想一下 因為野恩的尾甲是特別大 可以看到後面是很大的尾甲 如果我配搭的話會比較好 如果你看到我下面的裝牌鏡 其實是為了 因為 賣點是下面 或者阿滴網網 本身其實你看到Dio Dio下面是有很多類似魚雷或者導彈的裝備 所以其實這個鏡本身也可以把製作人 它在裙底下面一些精密的部件 可以很清楚地展現出來 是看到那種工架的 是的 其實我也是參考 因為我想到這個idea 有看過不同的作品 參考一下 然後再改造整隻東西 整隻東西其實難的地方就是 它難的地方就是 要固定整隻東西 因為我看到那條腰是很瘦的 要怎樣固定到整隻東西 你可以看到上面是很重的 那麼多炮 動力管在後面 那就要利用不同的同肢去固定它 這個是相對來說難的 其他就是複雜的黑線 黑線技巧就是要黑很多條線 那就是時間上的問題 因為都說多一點 其實本身右腰這個設計 當然大家近期又會見到 是八八托斯 那還有本身 譬如說小林城 或者是藤田一己 他們本身的機設 也都會有這一類型的設計 變成我自己來說 我是極度喜歡的 那都是那句 實至名貴 恭喜 謝謝你 謝謝 我們這些死忠高達迷 沒辦法見到 是真是很欣賞 OK 那我都很 這次其實我都很驚 我是挺驚艷 拿到第一 因為跟我有這樣實力的對手 其實是有的 真的有的 因為這組是有對手 那其實運氣都很重要 都不損在我黏了一點金康 其實五六年前 每年我都有參加 那些模型比賽是真的 那最開心我自己 其實反而是送件那一陣 你會見到一群朋友去交流 一些模型 例如造型 或者技巧上的心得 是很過癮的 不過都 再想吐槽多一點點 Henry這一件作品 都好 因為本身他固定好 放在這裏就很安全 但其實很多 真的不要介意 就是大家聊天不聊 很多的作品 每一個Gunpla Builder的心血 交給中作人員 放進來之後 跟他原本想設定的姿勢 是完全不同 甚至是醜化了 這個我是很憤怒的 其實原本是 原本我以為 我是第一天早上 就要馬上來 馬上去移動 因為有些位置 整條腰是歪得很緊要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我這一隻 整了四個月 整得這麼順利 都是要靠我師傅 我師傅 我師傅勇Sir 就是 他在這兩年 教我很多改造的技巧 在去年比賽 我是拿到第三個 上年就 上年就 當然上年獲獎 到今年就 怕想更加普通 想博更加好的獎 那就 看看 阿Sir的意見 有意見 我想到一個idea 經過他 如果給他一些意見 好的意見 有什麽做多 有什麽做少 做得多 如果做得對 最後才順利 可以出到一隻 這樣的作品 名師高徒 恭喜 跟著 你好玩具TV 好開心 今天我們請到 村口黑記先生 村口黑記先生 接受了我們的訪問 這位是村口先生 另外就是他同志 我想我們問兩個問題先 好嗎 第一個問題 首先問了 村口先生 其實來了香港 做了幾年的評審 我想看看 村口先生 對香港的模型製作人 以前的印象 是有什麽 是 現在的問題是 香港的模型製作人 是 香港的模型製作人 是 香港的模型製作人 香港的模型製作人 早期から 好多的地方 是 有的地方 是 現在 是 7個 前 是 從 總 總 是 其他 無論 所謂 這 所以香港的建築者們會更多活躍 香港是少年組都會進步 即是說他越來越對香港的作品會有期望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踴躍些去參加做一些更好的模型出來 謝謝廣州先生 另外有一個問題再問一個 廣州先生都在香港很多次 其實他對香港的印象最深是甚麼呢 即不一定是模型 所有東西都可以 剛才也說過 香港從來年一、二次都會來的 而且街上非常有趣 而且我喜歡的食物都不太好 香港的食物都非常美味 所以這次也很享受 好 讓我翻譯一下廣州先生的回答 他就說他大概每一年來香港一至兩次 他就說他本身沒有甚麼不喜歡的 但對於香港的印象 他就說覺得每個街上很熱鬧 還有食物是十分之好吃 所以他每一次都很開心 對於這件事 謝謝廣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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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好了 謝謝廣州先生 麻煩你 目標物 我們是不是應該找廣州先生 你女兒好像拿了獎 我們要先來這裡 阿鄭小姐 對了 恭喜父女璧 我們首先要介紹 其實這次拿獎是她的事 首先我都要講講 阿鄭先生是我們的前輩 他是第一代的 現在是電擊王開始了 是啊 哈哈 那一次過我先做兩個訪問 好 首先就 這次你的作品都很有特色 你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這次的作品的構思是怎樣來的 其實這個構思就是 我比較喜歡那些人像模型 最近就看到一些朋友 游冰仔有得很漂亮 那我就想把動物 因為我都喜歡動物的 就結合到高達那裡 還有用游人像模型的方法 放在高達那裡 這個就是 那些故事就是這樣來的 那種野處 我覺得很有趣 哈哈 哈哈 那麼 阿鄭先生 那女兒好像都拿了幾次 想你怎樣看待 你的發展 是 其實呢 沒有什麼特別刻意去發展 因為最重要是她自己喜歡 是一個嗜好 那我們就很鼓勵 我女兒 年輕人 香港的未來的小朋友 都是多些參與玩模型這件事 我們自己本身都很愛好藝術的 我亦都鼓勵藝術的創作 所以 就算我自己本人以前 或者Zoanna現在去玩模型的方向 都是喜歡把藝術和模型製作 這個不好的嗜好 就結合在一起 那希望兩樣都可以同時推動到出去 那樣 謝謝你 仙姐先生 謝謝小姐 那好啦 我們去找我們的冠軍 好 好 哈囉 那想訪問一下你的得獎感受 得獎感受 剛才台訊都說了 總之就是 多謝媽媽 多謝媽媽 多謝我的朋友 模型的朋友 我的同學 舊同事 很多人都很支持我 在我製作業途中 他們都很多支援 有空幫我買油 上來探望我 買外賣 都很多謝他們一下 那想問一下你的創作靈感 是哪裏來的呢 那創作靈感呢 就 想 做一個 新的角色出來 就是你看到那個外型 其實都比較 偏離一個傳統高達的樣子 你看到那個外型 其實都比較 是一些武俠風格的 所以就我選了這個風格去做 至於那個製作的方法就是 這個是高達模型的比賽 很多不同的種類 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品牌 就是不同的作品的零件 那我一路在選擇 一路選擇 一路選擇 看看誰 配合 才可以把它組成一個 我想要的心目中的外型 是 那想問一下你 在創作的時候 有什麼困難呢 困難就是 花很多時間去思考 其實 想的時間 和做的時間 差不多是一比一 幾乎一比一 總之 因為你就算同一個位 你要選擇 一個適合的外型 其實是很困難的 我自己覺得 其實很多可能性 因為原創的關係 所以 其實什麼都可以的 所以我要不斷這樣試 可能譬如說 做一轉 看一看 這個部分 滿意的 可能會拆掉它 再來過 不斷地反覆地去 不斷地試 不斷地去重組 去到某個位置 發覺 差不多對 差不多時間 開始要埋尾了 就開始去做 一些後期的工作 是 所以都做了很久 做了大約多久的時間 如果斷斷續續來講 都有一年之前 開始預備 當然中間是有些 有些暫停過的時間 但是大約 拉雲來說 差不多一年時間 好 多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難得阿Ken在 他的得獎作品 在後面 不如我們請阿Ken 講解一下 今次的作品的情況 情況 我記得到 其實你用了很多 很多模型的部件 放在他裡面 都輸了他 是 我看到這個台裡面 有一個高達 這就代表一個靈魂的情況 是不是 你的部件 你可否講解一下 這個 這個 在距離 不要緊 我想 這個作品 很多朋友看到 最大的問題就是 究竟他用了什麼零件 我想 一定很大量 因為看到這麼大的尺寸 其實 我不斷地找到 我都在我自己的 模型零件的 白紙櫃 看到什麼就對 就抽出來用 基本上 可能有些 我自己都不太記得 是用來自哪一刻模型的 是 大致上 就是 跟力 用 用 看到我心目中的外形 我就貼上去 這樣 但是 基本上 整體 由主體 去到地台 甚至中間 那個人仔 其實都是 由BANDAI 出產 生產的 一些 產品來的 中間 那個高達人仔 其實是 食玩的 很細小的高達 我把它 改一改 就 扮成一個 好像一個 靈魂的感覺 那這個我就 不多解釋 留給大家 去自己想像 這個就 一個主題 之下 你下面還有一個 很細形的場景 其實 我覺得 那個感覺 是有一個故事出現了 那我想 如果比賽來說 那我想 除了機械人本身的設計之外 那個故事性 都比較重要 是的 一個故事在那裡 是的 整體來說 你看到一個主題出來 你看看下去才會覺得完整 重不重 非常之重 是的 我運過來那段時間 真的辛苦 沒錯 所以我也要找朋友幫幫忙 所以每天都貴 其實那個過程都挺艱辛 辛苦 Kent我也想 插一插 問一問 沒有問題 本身其實你的 作品名字就是 FRX300 有沒有特別的原因 或者是 有些構思 在這個名字的改變 其實有的 那 我先說一下名字 FRX300就是一個編號 RX就是代表Gundam 即Gundam傳統那裡是RX782 OK 那為什麼會叫FRX呢 F可以解Final 可能是一個比較 最終形態的意思 那 那 名字就叫Gundam Leonidas 那Leonidas 可能有些人都知道 來自哪裡 那就是出自這個 戰狼300裡面 斯巴特王 國王的名字 沒錯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 他死守溫泉關 為了他的國民 所以 其實 外形 我也是一個 好像一個首位 的感覺 所以 我用了他的名字 來明明 那300來講 很明顯是 沒錯 沒錯 那可能是 一群人 到最後 第三百個 你就會看到他 類似一個感應的概念 所以 為什麼我特地會說 就著這個名稱 這樣問一問 因為 叫得這個 300 而後面 就是 Leonidas的名字 都真是一個 戰將 一個王者 站到最後 為了國民 而 給了這種感覺 才有這個名稱 還有 我自己覺得 這個作品 當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 雖然它是一個 整體 但一個 好的作品 其實是 可以給到一個故事 給一些 喜歡 無形的人 看到 你第一眼 你會感覺到 這件作品 給你什麼故事 這就是我自己 對這件作品的看法 我們在期待 下一次 在日本之後 你的新的作品 是怎樣 先謝謝你 先謝謝 先謝謝你 先謝謝你 好 好 還有沒有 我們還有沒有 得選者 沒有 好了 我們在這裡 我們也訪問了 很多 很多 兩位評判 日本來的村口先生 和梁仁忠先生 都訪問了 很多得選者 我想我們的報導 到這為止 好嗎 真的 很多謝他們 接受我們訪問 每月TV都很開心 可以這次來到 這個 這個 GUNPRA GUNPRA Model World Cup 的 頒獎奠禮 希望我們可以繼續 每一次 有這些大人的勝會 我們都可以在這裡 出一分力 好 沒錯 我們去到這裡了 直播了 我們直播了 整個小時的手都完了 沒錯 要收工了 好了 整班兄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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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